核酸检测中如何做好个人防护? 1.积极配合,遵守工作人员的指导和提示,提前准备采样码,耐心排队等候。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48小时内,不能进行核酸检测,为避免采样时出现呕吐等情况,采样前两小时尽量不要进食,为避免影响检测结果,采样前30分钟,请勿吸烟,喝酒及嚼口香糖。 2.佩戴口罩,全程应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,儿童需要戴适合儿童的专用口罩,口罩要充分贴合面部,遮盖好口鼻。 3.间隔一米,前后左右排队人员均保值一米距离,全程尽量少交谈,少打电话,尤其是不能大声说话。 4.不乱触碰,和酸检测现场的操作台等有存在飞沫的可能,不要随意触碰,也不要把手机等私人物品放在台面上。 如果不小心触碰到,要立即用酒精或消毒液进行消毒。 5.配合采样,和酸采样过程中,当前面人员刚采完时,后面的被采样人员不要着急落座,更不能立刻取下口罩,要保持安全距离,等医生做完上一个采样,完成手消毒。 5.拿出新棉签后,再迅速上前做好,正确地配合采样动作可以减少不适感,要尽量放松,保持头顶后仰,方便顺利采样。 6.文明礼仪,咳嗽,喷嚏会产生带细菌或病毒的飞沫。 7.在采集过程中可能出现咽不或鼻不不适,切记不要对着医护人员或其他人咳嗽,打封体,应用纸巾,手帕或肘部衣物遮掩口鼻。 7.尽快离场。采样结束后,立即戴好口罩,要尽快离开采样点,不要过多停留向采样人员询问结果查询等问题。 核酸检测结果通常在24小时内可以查询,有时不应检测量度而延迟,请耐心等待。